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以为在念经呢 我告诉你啊 一样事情都做不成到最后 开示全部都是菩萨给师父加持的 是来教导众生的 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讲的高一点吧 当然师父不能跟大菩萨比啊 对不对啊 你说如果当年观世音菩萨在开示 如果释迦摩尼佛在开示 你说下面他的这么多的家业 他的这么多的弟子 哪一个不好好听啊 还嘴巴里念经啊 是啊是啊是啊 我告诉你 我曾经看见过 庙里有一个大法师 边上的人不卖他的账 他在开示的时候 边上人就在念经 后来我就专门 为了这个事情 我小的时候 我也是蛮执着的 我去问他 我说为什么你们师父 开示的时候你不好听啊 他就冷笑 我就知道他不愿意听 你想想看这种 这种人能修的好吧 还能上天啊 跟着师父边上都 连自己的师父都不尊重 你说的话 这种人怎么修的好啊 是吧是吧 脑子坏掉了 还在下面假装眼睛闭起来 就叫大家再注意他 听得懂吗 好像他自己 自己好像懂一点了 这种人脑子坏掉了 没办法 那师父他们这样有业障 会有业障吗 肯定有的 怎么会没业障啊 那需要念礼佛多少 他让边上的人迷惑 人家很多人迷惑了 听师父 那个师父他怎么念经啊 这个到底对不对啊 人家只要有一个人迷惑 他就有业障 那么这个会上 如果有一百个人迷惑 他就一百个业障 就这么简单了 哎呀 他的念经感觉 给人感觉好像他很精进 很用功夫了 其实反而不是 反而不是这样的 根本不可以的 开玩笑了 好像嘴巴里念经 好像什么什么 我告诉你 经验念不好 叫师父的开始也听不到 就这么简单 是吧 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小时候功课没做好 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不听老师讲 自己偷偷摸摸做功课 你说说看老师 老师有没有意见啊 你说说看这种事 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 是如理如法不呢 是 不如理如法 简单的道理 那师父 他们念礼佛念多少遍呢 针对这个事情 好好念 像这种人已经 像这种人我告诉你啊 他已经犯了戒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以为他听过了 你要知道 这是佛音啊 这是法音啊 是不是菩萨 叫我来 跟大家来开示 这个都是法音 这都是佛音 你听过了 你还要再听 就这么简单了 那我问你 你大悲哲不是念过 你为什么还要念了 你天天饭吃过了 你为什么明天还要吃了 是的 师父 你像你在开示 那么多大菩萨都来祝缘 人家不知道啊 人家不知道 人家大菩萨 比我修的差 人家这么多大菩萨 比台长修的差 为什么人家来祝缘啊 你自己作为个弟子 在下面都不好好听 你这种人没有业障啊 你问问看 你就看看他经验的好不好 很多人真的一辈子这样 我可以告诉你的 功高枉慢 你去看好了 有些法师就是不接受 人家的很多东西的话 他就自己眼睛闭起来 好像他自己修的最好 这些全部都有问题的 功高我慢 菩萨早就讲过了 佛陀在2500年就是说过了 你看师父听人家的开示 听人家的什么 我不管听过没听过 我很认真的 一个人的最起码的尊重 最起码的一种智慧 对别人的 对别人的演讲 必须要尊重 必须要有智慧 开什么玩笑 眼睛闭起来 你跑过来听干嘛 你在家里念经嘛好了 是的 好了 你来参加师父的话 会是干什么的 那么就干什么了 就是让别人看到 你最精进 你看 修得多好 眼睛一闭 眼睛一闭 索性不要睁开来 直接上去 有本事 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 有本事吧 好了 嗯 好的 师父 那讲起这个尊师重道 师父 在尊师重道方面 如果一个 如果我们心灵法门的弟子 越是尊师重道 是不是越得到 菩萨和护法神的加持呢 师父 肯定的 我就问你一句话 就知道了 越是对观世音菩萨 拜佛的时候 虔诚 是不是得到加持越多了 很简单 是的 是的 真的 我们真的要好好爱我们的师父 真的 我们的师父来到人 不争喜 不争喜 太多人不争喜 当年寄功活佛在人间的时候 跟很多人开示 很多人还笑他是丰生的 你看庙里那些法师 他开悟了 他还居然还把这么一个大活佛 天上这么大的一个大佛 他居然还把他赶出庙 你说人间搞得清楚不了 哎呀 人间就是 现在知道了不了 你想大菩萨来到人 因为红法真的很不容易